11月22号台电公司与台电职工福利会合办的第35届职工联合婚礼 在台电无来训练所甜蜜登场 今年的联合婚礼共有30对新人参加 由黄董市长担任正婚人 朱总经理及台湾电力工会丁理市长担任主婚人 为新人进行复证 我经常讲偶然相遇是偶然 难道偶然又偶然 世间多少偶然是其实偶然不偶然 各位在这里这一生结为夫妻 绝对不是偶然 那我们传统中国人说他是某种姻缘 现场除了请来歌手及乐团表演 并由丁理市长带领新人宣读爱的誓约 今年特别安排了直下爱与梦想志在活动 以俗称壮元红的台东火赐木 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子孙高中壮元 朱总经理也以资深经验 与新人们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我常常这个讲话讲完以后 我太太叫我闭嘴 所以我就赶快闭嘴 天下太平啊 所以也就是能够 一能够还能够持续到现在 这一个最重要的秘诀 所以我也是勉励我们新郎啊 容易会闭嘴啊 台电职工联合婚礼 从民国67年开办至今 已见证了1097对新人 步入人生性的阶段 一如黄董事长当天送给新人的话 勉励新人在尽心尽力工作的同时 能保有健康的身体 与美满的家庭生活 祝福今年的30对新人 一生幸福享受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